昨晚美国一个犹太会堂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伤,此事显然是反犹主义者干的。 穆书这篇文章就来普及一个潮石,是有关美国与犹太人的事情,四千字左右,很多人相信阴谋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其实就是一篇概圈的说法。 如果犹太人控制美国,美国总统为什么至今都没有犹太人,为什么版有主义还有土壤? 另外虽然犹太人在美国很多势力和实力,但是不能排除其他的族裔也有势力和实力,比如Mizor的游说其实也很多的,只不过中国媒体不怎么报道,都是一窝蜂盯着犹太人,就显得很有趣了。 穆书先讲个故事吧,是犹太人控制马云的,前两天以色列举行创新峰会,埃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运会并发言,这是马云一年内两次来以色列这个中东小国了,这里有什么可吸引他的,难道他被犹太人控制了? 当然是因为犹太人的创新精神很牛,马云毕竟是商人,商人需要利益,有创新才有利益,将话教条哪能创造财富? 所以,类似马云这样的全球顶级企业家,与犹太人接触,是看到了更有利益的东西,与其说他被犹太人控制,不如说犹太人被他控制,因为他会从犹太人身上获得更大利益。 犹太人在美国实力强大,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只是从一谋乱角度来讨论,显得太low,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毕竟造谣谁都会,但是对证据的客观分析,只能是有头脑的人做的事,而有头脑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细细探究的话,不仅证据不足,而且很有趣, 很多人说犹太人控制美国,为何没住过犹太人的美国总统,穆叔主要普及这个知识,第一,有很多犹太人竞选美国总统,上届就有,穆叔拿上一次美国大选举例来说吧,2017年3月当美国大选的初选阶段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的时候,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情都逐渐明朗化,特别是民主党这方面, 希拉里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但是对她带来一定困扰的桑德斯参议员,还是有些故事可以讲讲的,这就引申出了以上的问题,从中也能看出美国大选的有趣文化,现在似乎没人记得桑德斯了吧, 她呢,首先是一个犹太人,作为对犹太文化了解已有点研究的穆叔主义的,她刚刚宣布参选的时候,美国媒体就大次报道这点,为何? 不,因为这可能会改写历史,美国建国已经240多年了,犹太人参选总统的事儿却挺新鲜的,其实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这200多年间美国从未出现过一届总统是犹太人,甚至总统初选阶段,没有一位犹太医候选人,能在州初选胜出? 这个概率比黑人和拉美一三选的结果还要低,非常不符合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所言的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说辞,所以,迄今为止,阴谋论总说犹太人控制美国,但事实是别说犹太人当总统,迄今为止连党内PK成功当候选人的都没有,到年74岁的桑德斯也没能打破这个魔咒, 桑德斯十分罕见的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祭拜了希拉里,这个短暂的辉煌,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州初选获胜的犹太医候选人,也是第一位在州初选获胜的非基督教候选人,因为他姓犹太教,桑德斯一直以自己是犹太人而自豪,并自称民主圣会主义者, 这在美国政坛也非常少见,因为华尔街大亨都是资本家,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什么社会主义者出现在最终的政治舞台秀场上, 所以桑德斯的选情并不为很多分析师所看好,尽管他和特朗普一样,一别出心才和别只一个,的方式,浮现在公众面前, 但他又和特朗普不同,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要柴万贯的资本家,符合华尔街的胃口, 只是这些大佬们担心特朗普的大嘴,把经验歪了罢了,桑德斯喜欢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到什么地步呢? 1990年他还年轻,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坦言,1963年曾在以色列共产主义新农村基布兹里,度过了几个月的志愿者生活, 基布兹其实类似中国的人民公社,同吃同住同老洞,特别是公共食堂很有特色, 但现在基布兹的风格也改变了很多,允许私人经济常犯出现,不过公共食堂在很多基布兹还保留着呢? 不少基布兹逐渐转型到了发展旅游业和农业高科技,与桑德斯去的那个年代,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然而,依然还吸引着全球有志青年去体验生活,第二,总人数太少,以为着选举技术少,那么话题回到主题, 为什么犹太人能在美国的金融业、媒体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但是这240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位犹太人的美国总统,有人说,答案很简单, 是因为犹太人喜欢在幕后操纵美国,这个观点和阴谋论的翻版一样,而且是一种先入为主,且无法论证的结果来推导原因,完全不符合逻辑。 那么比较靠谱的解释是什么呢? 在幕术看来,犹太人口技术太少,在选举中完全不占优势,候选人很难以足以为号召来拉到足够多的知识票,虽然犹太人精英很多,但是毕竟精英也只有区区一票, 在民主社会里,他们的决定权,还是要让位给大众的选择权,美国的犹太人还不到800万,就和美国3亿人口技术相比,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人一票选总统靠这么少人口的足以,完全不足以支撑,就如同为什么巴沙尔和他老爹能一直统治雪利亚50年,不是因为老百姓上街哭喊,必须让他们成为总统, 而是他们从没公开民主的选举,为什么不民主选举?就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派,只占人口的11%,如果正常情况下的全国大选,他们绝对不可能被选上,因为人口数和派系的隔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民主选举中当选。 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怎么办?当然就继续独裁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父子两人统治40多年的时候,反对派不满,其来造反的原因之一。 第三,美国没有犹太人总统的右依,重要原因是,犹太人的信仰是当选美国总统的制约,犹太人之所以历史上和基督徒有过无数的恩恩怨怨,除了经济原因和政治歧视之外,宗教分歧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这种独特的唯一性,让他们对其他族裔而言,在骨子里有一种傲娇,也就是说血统出身论,决定了你能不能被上帝选中。 其他人在努力,只要不是犹太人,上帝就不搭理你,而耶稣的出现,把上帝选民这个概念从犹太人扩大到了从古至今整个地球上的七十亿人。 即使你不是犹太人,只要你信我,那就OK,你就是我的人了,以后表现好,上天堂,就有你一份。 大家别忘了,耶稣也是犹太人,主流犹太教觉得这个三十岁的年轻犹太人太出格了,竟然修改传了几千年的宗教血统论,所以耶稣最后的解决本质,尚有基督教和犹太教博弈的成分。 迄今,传统犹太教徒,乃至世俗犹太人也不相信耶稣只有神性,而美国立国的宗教自然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犹太人似乎很难接受在这样的宗教旗号,下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有趣的是,在圣诞节期间,就是耶稣诞生的纪念日,全美国大大小小餐馆和中国新年期间差不多,都关闭回家过节去了。 犹太人出门吃饭一般只能找中餐馆,因为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都不信耶稣,都在这个时候忙着赚钱。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好玩的传统。 在圣诞节假期,美国的犹太人总要吃一顿中餐。 当然,有些犹太人不一定是犹太教徒,他们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不少美国人还是认为,犹太人多少都和犹太教联系在一起,因为虽然他们不是教徒,但犹太教的节日和以色列民族传统节日融为一体。 他们必须要过节,那么感觉还是带有宗教标签。 第四,就是刚才说的,在墓书看来,犹太人的标签有些敏感,这个不只是宗教标签敏感,还有政治标签。 比如,美国人对巴以冲突很关注,该国又有很多美色移民。 他们对犹太人虽然没有中东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那么反感,但要是这样的种族当总统,还是觉得心理上难以赠同。 其实很多犹太人对以色列并不太好,刚才说的方德斯同志就是之一,他对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批评,甚至比以色列犹太人批评内塔尼亚湖还要狠度。 另外知名的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中国人对这个犹太金融家应该不陌生,他也是知名犹太人。 阴谋论说,他操控全球经济,很多头脑简单的人,由此联系到以色列,认为他和以色列一同操控世界,这就更可笑。 其实他对以色列似乎更是恨之入骨,有一段以色列政府都不让他入境。 索罗斯是以色列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坚定批评者。 是诸多反义左翼组织的支持者,那塔尼亚湖的儿子对此都看不下去了。 去年在其Facebook上发布了一幅漫画,意思是索罗斯操控全球反以色列政府的势力。 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做《以色列对乔治索罗斯的战争》。 由于那塔尼亚湖儿子的漫画主题,经常出现在阿拉伯或者伊朗人的版有主义的宣传中,此事还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批评声音。 索罗斯对新义的特朗普的政策一样抨击。 今年初,最近,瑞士举行达沃斯论坛,索罗斯公开抨击特朗普,在美国建立一个黑手党国家,趁他对世界适合威胁。 所以,如果犹太人标签,过于分裂美国社会的话,很多人不会考虑他们选择做总统,这或许不利于美国总统团结民众的形象,但特朗普的出现似乎让民众已经分裂了,所以未来,谁知道呢? 第五,犹太人性格。 数千年的漂泊和流浪,将犹太人更多从事法律、经商等工作,在欧洲长期受歧视的时候,就难以在政界或各一官拜执,所以都以商业为主。 如今这种民族性似乎在美国也依然存在,从政的犹太人当然有。 比如,2013年洛杉矶第一位犹太裔的市长加西奇,美国第一位女国武器奥尔布莱特等。 不过在美国提到犹太人,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耶伦、格林斯卡、莫多克、扎克伯格等经济界和媒体界大佬,未来会不会有美国犹太裔成为总统? 当然有可能,但他他很可能是一位并不信犹太教的犹太裔,或者是非纯正犹太裔混血,这可能会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宗教上的小细节问题。 虽然美国不少犹太人都吃猪肉,并非严格按照犹太教的科学标准生活,当然也不过宗教和文化意义上的安息欲。 你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